很多的問題就是慢慢的會越來越清楚 因為可能在資源管理單位 通常在進行經營管理的時候 都會去看到現況的問題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你們可能看到步道環境 已經面臨了太多的遊客集中的使用 然後步道的踩踏的狀況 然後甚至是遊客產生的被棄物 然後對在地野生動物環境的影響 然後也造成他們棄地的破壞 那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就是 在於當時步道在建制的時候 那可能相關的每一個層級的角色 可能在決定就是步道的選線上 或者是使用的材質 就是沒有去確定這個步道的核心價值 和它原先的定位 所以就造成步道上面混亂的一種狀況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去年我們有拍攝一個 1人1公斤的影片 然後其實從這個影片上面就是 我覺得我們可以一起去探討 就是加密服務道環境上的 很多的基因管理的問題 那因為報告的內容就是比較粗糙 然後我會再把比較完整的資料 就是補充好 然後再提供給大家還有老師 那個 影片我在找網路上的 丟給大家分享好了 因為我覺得加密谷的 這個步道的條件 比較具體 所以我問老師應該可以直接回饋 就是可以討論什麼面向 然後跟補充資料這樣 然後幫我回答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因為 我跟小貞最近沒有 就是時間安排上去做調查 那我們在下個禮拜會排時間上去 然後再把前面就是上課老師 有提供的一些 我們不知道在做資料調查的時候 可以把哪些資料內容放進去 我們就會再補充進去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是 還有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最近開 就是這三、四年 因為手作步道的介入 還有當時104年的時候 藥心老師那邊有協助 嘉明湖的權限 做整個步道的檢核機制 然後我覺得其實透過這個計畫 我想要去 我覺得就是藉由手作步道這個 這個六個原則的進入 其實我覺得對經營管理上 就是配合我們的經營管理的核心定位 跟我們就是嘉明湖的發展的目標 其實我覺得導入這 手作步道這六個原則 他是可以去達成我們步道遠處的目標 好 那我們先請步道去退下 謝謝凱琳跟小禎 小禎有在線上嗎 小禎 沒聽到喔 沒聽到 好 那凱琳我要跟你講一下 那個剛剛你報告的那個分類的那個部分 它屬於國家步道系統 那個部分應該不能叫做分類 OK 那個分類啊依照領務局的系統 以我所知道的在你們管理端有分1到3類 OK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可以回去再check一次 看看它是屬於第幾類的 在你們那個管理端的 那第一類到第三類 基本上簡單的講 第一類就是使用人數最多的那一種 那第三類並不是以人的使用為主軸 而是以環境保全為主軸 所以剛剛聽你在講跟分析的部分 我覺得可能是會屬於第三類的 但是因為整個嘉明湖步道的權限很長 那它是從向陽森林遊樂區就那個登山口就開始對不對 對 好 所以你這麼長的一個步驚上面 然後又經過了所謂的向陽森林遊樂區 它的那個步道網跟我們的嘉明湖登山步道應該有重疊 是不是 所以你應該可以去分析出來說 它是從某一段之後可能是屬於第幾類的 某一段之前是屬於第幾類的 你這樣子才不會說 假設說我簡單的講說它是第三類的 然後結果向陽遊樂區的步道網 也都被劃成是第三類的 那明明遊樂區的使用的族群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要上到嘉明湖對不對 那它以後再討論分類分級 應該有的設施強度的時候 就會不清不楚 OK 好 這個部分是可以做補充的 好 那你的步道分級的這個部分 林務局的系統是分一到五級 那個是針對是有客端的 那你也可以說 那第四級它是面臨到的步道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 比如說需要的填數需要的一個 面臨到的步道的一個狀況 大概是什麼樣子 這個也可以再補充做一次的一個說明 那另外的就是說 你們因為還沒有去搜那個GPS的軌跡 所以還沒辦法做跌圖對不對 好 我建議你們在整個的步道的鋪面的部分 我依稀記得應該是說在整條步道 大概有分成三個很大的不同的鋪面類型 一個是在向陽森林遊樂區那一段 然後另外一段是大概是從向陽山屋往上 那一段比較陡然後充實嚴重的部分 這是一種類型 對 討案坡那一邊是一種類型 然後在上到能縣之後就是比較緩的那些部分 就是應該是從嘉明湖避南山屋一直到嘉明湖那一邊 那又是一種不同的鋪面狀態 那在這裡面這些鋪面的狀態跟你的波度的狀況 還有人為使用的狀況 造成的現在的步道的問題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你們可以去霸揮的部分 因為那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討論 我覺得你們可以朝這個部分去補充 那像那個你談的那個經營館裡面的那個部分 的確我也覺得其實很大的一個問題是當初在整建的時候 有沒有 對於核心價值的那個認知 然後沒有辦法去強力要求設計端落實之前生態 步道減合說建議他應該要怎麼樣朝向 比如說盡量就地取財等等的方法 今天不要有人為的設施物再搬進去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確是你有分析到這個部分 然後未來透過所謂的手作步道跟一人一公斤 看看怎麼樣能夠讓這個問題沒有繼續擴散 然後已經發生的問題怎麼樣透過剛剛講的這些計畫 然後讓它恢復到再更自然的一個情形 我覺得這是嘉賓湖日後要面臨到的一個議題跟挑戰 然後接下來是那個玉球嘛 誒 視訊的應該沒有 好 那我要調整一下場地 這個問題是啤酒 OK 好 來 好 好 OK 好 好 好 OK 這樣他們看得到 好 然後 那個視訊的幾位夥伴 等一下就是換台中班這邊的簡報 然後我會把簡報的連結傳給你們 就是聽 配合那個螢幕畫面 你們就直接開簡報看 這樣OK嗎 然後待會兒先是那個玉丘他是基隆企圖的那一份檔案 有下載到嗎 哈囉 有G的朋友有聽到嗎 有看到那個西隆那一份的連結嗎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看一下那個視訊的頭一幕 可以嗎 好 到我們起居修改信 謝謝 怎麼辦 這裡 好 請問我點一下 就是這個是 因為我工作的地方現在在基隆 所以就是就近這邊呢 有之前詢問過北部的夥伴 然後介於他就是建議說 可以試試看那個這樣子聊 登山步道附近有一條草蘭步道 然後但是這一段的古道啊 我們看一下 那個啊就是剛好那時候 因為我都還沒有去過 然後在網路上先搜尋 有個Tony的那個旅行的那個日記 然後他做的這幾段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其實 因為比較容易去騎機車就可以到的地方 是從江子寮山的登山口這邊 然後他們的綠色這條線 就是他們之前在找的那個草蘭古道 然後他沿線一直走走走走到最高點 是在江子寮山那個729的海拔 然後一直到最高點那個地方往下 其實還可以到江南山跟菱角的地方 然後往這邊也是往下 所以其實這邊算是最高點 然後我走的那個方向其實是往低的地方走 就是那個等高線 海拔等高線往這一段 最後我走到的地方其實是這一段的地方 所以往這個地方走 其實他的那個是有點像是下山的路線 然後因為在那個網路上找啊 他們有走兩段不一樣 一個是2013年2012年的時候 都有人去可能走的話是往這個方向 那後來看到2018年有看到說 欸為什麼他們就是要重新去開路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看到那個新2018年去開路的人 他們就有套別了一張那個台灣寶圖這部分 然後才發現說 欸他要講的那個草蘭古道 其實好像是一整條這樣子的眼線 看這裡比較清楚 這一個 這裡這裡這裡應該是走這一條 對 那現在他那個套出來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我走的地方好像偏離了這裡 但是呢 至於網路上的那個走出來的 他們又覺得說啊不對啊 這一條應該也是 然後只是沿線沿到這 往這一頭來的這邊比較沒有人走 好 然後 那另外這個就是 我有去套別的地圖本來想要問蕭老師說 他國有幣跟私有幣之間怎麼去找 然後從那個地體圖裡面可以看到 他是那個草蘭小段跟江子寮小段這邊 可是怎麼傳別的私有幣跟國有幣 那這邊的話就是點要從剛剛的那個部分 還有就是用那個死地去踏查 因為那也是有拜託那個地瓜 就是帶我去走一趟 因為我覺得網路上看起來好像是還要再開路 其實是我可能會認不出來這樣子 然後去了之後呢 等一下看照片就比較可以知道 那他其實他是屬於一線型的 如果你去了之後要繞一大圈回來 他是非常的遠 那海拔高度最高的是可能在起點那邊 我剛剛講的四百五十六 他最低就是下到山腰了已經是285 那波度用那個ORMAC他那個測量出來 最陡的那個他是50% 然後但是一般我們走的那個 比較緩的地方大概10%左右 那他的那個步道鋪面很多部分其實都是時間 有他好像也就是做的好像蠻漂亮的那個時間 然後一些就是草莖這樣子 那也有一些泥土乾泥土 因為好像有積水的部分 那子群的特色應該是 依據上次李嘉智老師他的那個簡報裡面 就是陽熱帶的部分有什麼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裡面有跟那個能果龍 比較相像的那個水頭木 那路上就是有 然後有一些這些之災 對 有我認得出來的 還有地瓜有調和的 好 那土壤的部分其實也是從那個老師講的那個搜尋網頁裡面去找 那25照這兩種圖的特性是什麼 然後他附近的設施其實他最早在最上面那個P的地方就可以停車 然後但是因為那天去是禮拜二所以其實沒有什麼人 那附近的油氣區域比較有名的就是那個太安瀑布 然後也有就是他也有一個西式水庫 然後有一個福星宮寺廟所以他有的人會這樣子走 走到汐止的福星宮那邊 然後其實剛剛會說有那一條路啊是因為是 欸這個我沒有在要 其實是因為後來我在找那個文獻的時候 李正人老師他編傳的那個就用文獻裡面有特別講到這一句 就是說他說這個草蘭溪他後來叫做巴西猴溪 然後他那一條啊那附近因為七的五附近其實有開發滿多的 然後他特別想要說他以前最早一條道路啊是一條寶甲路 就是他們講的那個舊草蘭寶甲路 但是問題是也就是比較嚴重的是說 因為他以前如果說他們在那個在山裡面有種東西啊 然後要拿到山腳下去賣啊其實好像是走這一條路 可是呢我想要回到最越南的這一個圖啊 就目前他的產業道路 我們看到黑色的產業道路 所以這一條路其實被切了好幾段 然後我去走的時候就是我們去走的時候 其實他是一定走一段然後就不用產業道路 然後有車子來來玩玩 然後這邊又走一段又走一段 所以切了三四次這樣子 然後沒有切的那一部分其實本來我沒有去走 那直接來看一下後面這個 所以他這個這個是那個地瓜的GPS套出軟的 然後因為本來是走到這邊 就是剛剛我講的那一個他剛好是交接處 那但是因為沒有盤門直接走就是往另外一頭 然後往下這邊因為腳軟了所以就是開路 就是開路開下來 但是其實好像是本來是有路的 只是因為就是那邊很農林漫 就是雜草這樣重生 但是他山裡面其實很有趣的是說 農民他們一直有在裡面好像會去挖蟲子啊 種蟲子然後也有果樹啊 然後這個是我用那個點 所以老師剛剛有問說種幾K加多少啊 因為我也沒有我有帶啤尺 但是因為是第一次去所以兩個就很麻煩 所以我每一個點點到點之間有拍照 然後所以我是點到點之間去算那個距離 對把它算出來累積累積累積累加出來 所以最後到差不多到這個交界點的時候是970 對 他是可是可能不太準啦 因為他有上下坡這樣 好 然後這是我們就是進入的那個起點 左邊這邊啊是去那個比較有名的 江子寮山的登山步道 然後這邊有一條產業道路 如果你不想用爬路道也可以開車開上去登人 然後再把架子再下來 那這邊就是你要往這裡直接會去到一個涼亭可以觀景 然後這邊是他的那個地點的地方 然後走進去之後其實他就是一整個區域的那個荒 他這邊其實已經上個月還是什麼時候已經又有人來開過一次了 但是開完之後一個月又長出來 那左邊這邊其實我們看到有一台怪水平在那裡 他很有可能就是他想要再開路把那個產業道路再多做一點 感覺上啦 因為一整排怪手就停在那邊 然後路已經差不多有開進來的 那裡面看到的那個負面啊 其實就是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其實他老師這怎麼講 就是比較原始嗎 這不在乎 好多負面 然後然後他 喔對還有就是因為我第一次去 所以我拍的方向啊有時候我是往回拍 所以就是往前走但是我卻往回拍這樣子 所以他有的應該是往下才對 然後有一些那個時間 那這邊就是很快又就是大概走到260公尺左右 他就又出來到產業道路了 對 那一路上有看到的是蠻多這種 然後大概320公尺左右 這附近就有跨到一個那個民宅 但是應該是自己搭的啦自己搭 然後他們會去接山上的用手 然後這邊遇到那個阿伯 所以阿伯他好像就是每天都會上來 就是做一下農事然後再下去 然後旁邊就是產業道路 然後又進來到這邊 所以這就是回望的時候 其實他一整排我的那個時間 是都做還不錯 然後這邊呢是從產業道路旁邊 其實走出來之後又要再接到這一條去 他就會指示告訴你說 欸你這邊可以往到那個瀑布 還是那個復興宮那邊 然後這邊呢搬到一條西樓 就是那個從地圖上看 可以看到他是把西樓西的上 最上方開端的地方 那來到這邊啊 這個區域往這邊走進去之後 就比較多泥泥 而且他其實很有趣的是說 因為在阿附近啊 要上去的時候 中研院的那個一群就研究者 他們有自己來買那個一塊土地蓋山莊 然後所以這附近啊 聽說他們也會就是假日踏千 還是什麼的時候他們去整理整理 可能也是有故宮還是怎麼樣 他們就會去整理一下 然後平常的時候可能會有漸行啊還是什麼 那這邊我們去走的時候剛好 他到旁邊他其實好像是挖好 他想要做那個水路就會引導出來 看他還是很靈異 好 而且這也是沿路的狀況 這邊有他那個鋸掉的一些島路 然後來到這裡就差不多在這裡了 然後往這邊之後其實另外一邊就是 往江子聊山的登山登山路 那我這邊的那個簡大分級 就是有點像選擇裡這樣 其實我沒有辦法很確定 但是大概知道如果是以他的這一些分級 而是說比較靠近嬌山 然後也比較像修行型的這樣子 那以新北市來分級的話 因為我對照那個照片 還有他的那個敘述 就應該比較接近第三集 然後就是第三集的這個部分 可是我又覺得在三跟四之間 就我沒有辦法很絕對說他是哪一集 然後是那種生態的滿足這一個啊 這個我也是畫在中間 因為他又很像是說有居民的主要生活 但是其實又好像滿自然的 並沒有很就是被規劃被介入過這樣 那的那個部分就是大概我剛剛講的那個區塊 所以我就是都是在那個交界的那個兩個 因為我沒辦法選擇到也是哪一個 那區域使用值跟腳也值的這兩個 我就是把它放這樣 那新北市的這個部分我覺得也可能就是 比較像一般進行就可以走的 那在那個RS用油氣的那個機會 來做序列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接近那個第三集開發型的步道 然後紐西蘭的步道分級啊 我也是覺得可能比較偏這一個 偏那個Easy Tramp這一個 那就是剛剛就是如果是 因為覺得比較接近這一個區域啊 就是他的步道其實也沒有很大條 一直維持就是左右兩邊 差不多一公尺以內 那另外一個就是因為他那條步道除了 產業道路穿過的地方有那個車輛之外 其實他裡面基本上都不會有車輛行程 沒有辦法給車通過的 那在用自然度的理論來看的話 這老師上次講的我就是大概稍微少一下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接近就是 他有一些人工設定像他那個農民做的 大概其實他沒有那麼大的開發 好 那環境同質性 我就覺得他也是略在差不多在中間的等級 就有點是有人為然後也有道路很明顯 可是如果你說他其實穿進去那個古道之後 他的那個自然環境其實還比較維持得比較好 好 那最後好講一下這個就是 好像老師最後的作業有一個是這個嘛 然後我說在那個經營管理分子的那個六個層面來看 那可極性其實從那個交通來看七度火車站進來之後有公車 可是一般來說看那邊坐公車的人非常少 一定可能只有一兩台而已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都是用騎機車上去 那油氣的資源啊其實因為也沒有太多的遊客 因為遊客基本上會去爬的是那個江子寮山住到那邊 然後這一條其實是沒有人走 然後其實有一些農民啦 但是那一定也只遇到兩三個了 那現地的經營管理啊 因為就像剛剛特別有提到說 他的那個產業道路有通過啊 但是他其實沒有什麼油氣相關的設施 然後另外就是說他產業道路也許還會繼續再開發 那社會互動性上面其實比較低度 然後另外是可接受的遊客衝擊 這部分我覺得我們就是剛好走到剛剛最後一個交界處 那時候其實地上有很多就是 不是那個地方應該出現的紫穴很細小的紫穴 然後那時候我問過說地瓜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他好像就是提到說這好像是最近人家健行 還是什麼方式他會做一個計 那個叫什麼標記吧 對 然後那個標記還很有趣就是說他因為又怕沒有人看見 然後就在那邊大石頭把他刻一個箭頭 刻一個很大的箭頭然後往這邊走 然後你就想說那其實他附近有稀釋水庫啊 或者說他有水源地如果以後沖刷下去 大家都這樣子說他是有就是相對會造成一些污染 那另外可接受制度化管理的話是說 他其實在這一條裡面他登山的那個指示標 就是比較少的 然後我自己個人認為我覺得他這樣子還是應該要持續保護 然後產業道路如果是為了農民方便的話 我覺得那邊農民沒有那麼多 那對遊客來說好像有剛剛那一條就是讓這樣子聊 登山步道那邊可使用的應該就夠了 應該不用再持續再去那個開放 大概是這樣子 那就是看過去就可以看到雞容宇啦 好 上去都喜歡不錯 然後我自己問問題一下 那個官女長成的檔案沒給我 趕快擠出來 對 我不是一個可以先問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說像我這樣子抉擇他 因為大家都要分類上的確定性 因為大家都有 而且就是說如果以未來來看的話 因為總覺得他這樣子很像那個椰子蟹啊 還是什麼動物如果要跑跑跑走來這裡的話 然後停下來馬上看一下左右有沒有來車 或者就是對啦因為很有可能就是他繞三腰上來的時候 都沒有人有注意到 那像這樣的古道啊 我們如果說真的想要施施做還是維護我出 也應該要去注意或者說我應該強調的點是誰這樣子 因為他感覺他是被切碎的 那如果相反來說要做會不會建議往這一邊去走 還是說剛剛那邊是比較適合 對 因為他是要讓大家的那個可擊性 可以增加或者說大眾可以參與民友 那另外就是我想要問一下那個 像我們走步道啊 然後就是很多植物動物 可是自己都不認得的話怎麼辦 好 就是這樣 謝謝老師 我先講這個圖其實滿有趣的齁 好 黑色這一個是產業道路對不對 好 大家想想看喔 產業道路通常會讓你 或者是山路法的規定 它會極度抖到車子讓你覺得開很危險嗎? 不會嗎? 它有相關的一些規定 所以讓它的波度會控制在百分之多少或極度以下對不對? 好 那當假設這一條路 這條路是這樣子 通過這一些很像在盤山盤上去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這個路線是怎樣? 會抖的 會抖的 就是有講 所以剛剛你有講平均波度 還有一個叫做最抖的地方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波對不對? 然後從剛剛那個招片就可以印證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你從這個圖 你要長出一些Sensor 你就開始去覺得這可能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不然路不可能這樣子開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讓你以後看到一些圖 你要趕快去聯想到說這有可能是什麼 好 那我先回答剛剛第一個問題 但是為什麼你會講說椰子蟹這邊的椰子蟹嗎? 不是啦 只是想到就是 OK好 動物要過馬路 但是這件事情我想要講 大家一直在強調就是 比如說叫做要注意生態 然後注意生態 如果這個地方會有介入 認為的介入可能會有一些叫做開發 所以就有人講說 那你要開發的時候要注意叫做生態工法 對不對? 好 但是這件事你要強調的是什麼? 他想強調的是什麼? 保育 保育 有人說這是一個保育 怎麼樣保育 就是盡量對當地一些動植物的影響都降到最低 對啊 保育就是對當地動植物的影響 minima 降到最低 沒錯 所以講生態工法的時候絕對不會是 就是你出現了某幾種 然後這個是工程會說這叫生態工法 不是這回事 你要了解當地的動植物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個回答到你第二個問題 那為什麼會說椰子線 這邊不可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會有椰子線 不會的 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一個就是知道一個幾種目標對象 就是說這到底這個地方的生態有什麼事 目前需要受保護的 那這些受保護的他喜歡的生活的環境到底是什麼 所以當你的人為介入要用工法的時候 你怎麼樣盡量降低甚至不去擾動到這種環境的方式 這才是不管你用什麼材料 你用什麼方法 我都覺得你只要能夠滿足我剛剛講的這些都是生態工法 因為你就對他降到影響了 甚至沒影響嘛 那我們剛剛還有講到就是說 比如說這是一個盤山的路 但是這個是步道 好 你擔心的事情是說 動植物如果要這邊過去的時候的影響對不對 好 那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議題 如果說我只從一個面向來想像說 這裡有交通的一個衝突跟節點 那很簡單的說法就是說 你就做什麼叫做什麼生態廊道 生態通道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是不科學的 或者是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你首先要知道那你到底這邊有什麼樣子的生物 到底是會這樣子通過的 他搞不好是都在這一區活動的 他也不通過啊 那當然有他出現絕對會影響他原本是在這一區 這樣子活動 這樣子活動的 但是有他 他就會受影響對不對 所以你要在這附近這附近去觀察 去觀察 假設真的說發現了這個點其實是生態熱點 動物穿梭的生態熱點 你才需要在這個地方去做所謂的 減低他跟就是有被入殺可能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而不見得一定是在這個地方 不見得是在你的步道 步道是人走的 動物不見得會真的跟著走一樣的路徑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事情是 要談到生態全部都回到動物或植物的行為上面去做觀察 那找到真的是有影響的那種標的物之後 知道他的行性之後你再去提出改善的對稱 甚至是說有一些是在開發之前 你要知道就是迴避縮小減薪補償的這種幾個生態的 一個運用的一個模式 那不是工法 一個模式 然後比如說這邊 假設說我們知道這裡是有一個很珍貴需要保護 而且他不能夠真的被過度冷凍的 也許當初在開路的時候配合現地環境的地形的可行性 有沒有可能這一邊是這樣子開過來的 當然我畫平面很簡單嘛 那如果剛好這邊都是絕臂 那這到底要怎麼拍 所以才會那個幾個叫做迴避 他沒有辦法迴避耶 縮小或者是減輕嘛 縮小傷害嘛 減輕傷害嘛 那過來都沒有辦法補償嘛 那用到補償要花的力氣跟成本就可就大了 那最小的成本就這個了 所以這個是有在不同的層級 不同的邏輯 跟不同的時序上面你要留的 我一直會一直強調類似的問題是因為 現在其實好多大家都是很熱心 但是都是在把很多的不同時序的問題扯在一起談 那個到最後都沒結果啦 就是大家吵成一頭 然後歌唱歌得掉 都很慘 不會讓事情正向前進 但是都在吵架 所以我不喜歡這樣子討論事情 那這個是回答你的問題 那在你的簡報的部分 我會建議就是說 比如說你的基本資料裡面 你有談到就是說附近有什麼什麼景點嗎 那這很好 就是說那步道網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這些景點串在一起 然後來增加說 如果說你希望它變成是一個大家會願意去走的路線 因為它其實整體的景觀資源串連起來 透過這個路線就不一定要開車還是幹嘛 那這樣子也很好 然後它如果又可以創造當地的一個經濟效益 我覺得那如果是這樣子不錯的話 我建議你在那一張圖面上面 你要讓大家可以很清楚知道 它到底你講的那些資源點跟這個步道的相關位置是什麼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串起來 因為可能在下面聽的人他不了解這個環境 也許主講者他所有這些空間關係都放在那裡 但是聽的人不見得知道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跟大家說 對 好像剛剛還要講一個老人 那想到再講 好 好 喔 想到了 你都有講到這邊叫做保甲路 對 對不對 阿保甲路 保甲路的意義是什麼 對 愛妮有沒有去查說 保甲路當初有沒有一個相關的規定 都說是相關規定 對對對 有去找 可是很奇怪就是說 它沒有一個像台灣大百科類是這樣子的人 來對台灣當時的保甲路的定義 但是它會有比如說台北 台北市或新北市 他們自己的內補那邊保甲路 它會做這個保甲路的定 所以但是問題是這樣子的保甲路 就是我也可以套用到基隆嗎 但是說要這樣不確定 因為保甲是一個制度嗎 對 是一個制度 還有一個保甲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保甲還有另外一個是 那這是一個制度嗎 那在這個制度裡面 我真的也不太記得說 到底台南有沒有整個都統一說 保甲路就是到底是多塊還是什麼 那當然你會不會找到 現地的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是比套用內湖過來的還要好 因為有可能是剛好那個規定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天龍果要繳的碎跟南部要繳的碎 不太一樣等等的 OK 那這個東西會扯到一個東西叫文化 那到底你的步道未來發展的祖宗 如果說有扯到文化的 這個東西就會回到步道核心價值 這個文化假設是很重要要保住的 那你的未來的整件的工法 是不是要用這樣子的工法來延續它路 因為比如說像唐鐵的一個鐵道 其實前一陣子大家也一直在談 因為很多人想要把這些鐵道變成什麼 自行車的道 對自行車的道 對啊 可是有很多愛好鐵道的這個族群的人 他覺得哇 你都把我這樣看起來 你說鐵道都不聽 不過以前有折磨什麼那些 那些也是都你把我帶來的東西 他們也不見得就是認同這件事情 所以一切要回到這件事情的核心 這樣子去討論 那生態的議題其實也是 那另外一個 你是雙子做的嗎 不然你選擇 其實應該大家都會面臨到剛剛想要問的那個問題對不對 的確啦 很多的東西沒有辦法這樣子切 但是要分類的話 我覺得一樣回到問題的本身 這條樓 假設你的調查範圍是這樣子 從這裡到這裡 那這路這樣子經過 那也許這裡是聚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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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剛剛很難分的 搞不好是出現在這一段 你看到這一段的感覺跟這一段的感覺 多一樣啊 這邊假設是很自然的 這邊比較多人物等等的開發什麼的 其實我會建議你不如 就是從一個很明顯的點 你跟人家講說 假設這裡起點叫A 這裡叫B 這C 你去理清嘛 說現在 現在觀察起來 從A點到B點現在可能是屬於哪一級的 從B點到C點是屬於哪一級的 你說 那我有沒有過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在那個剛剛有討論到那個疫情假的 花蓮的月眉山步道 我用剖面喔 這個是北 這是南 這是三角點 然後原本步道就是要這樣子走過來 7公里多吧 我記得 可是呢 我們後來發現是這個樣子 這裡上面極度的自然 就是上次講那個黑色彩 然後很多的那一個 有很多的九雄的純林的那個部分 我們後來啊 基本上應該按照局裡的規定 一條步道就是一個分類跟分級 但是我們跟他建議說 其實一般遊客走到這一邊 這邊可以眺望水蓮 就是太平洋海邊 然後這邊後來做了一個觀景平台 然後在這邊設了一個告示台 跟他講說接下來的步道是屬於第三級的 以環境保全為主 沒有像前面這麼好的一個 所謂的提供於人為行走的這樣子的一個設施物了 那你如果願意你自己要有好的準備 跟好的裝備再來走這一段 所以一條步道我自己認為 你可以把分類分級用不同的段落 然後說清楚講明白 沒有必要說一個步道一定要一個分級 這是我的建議 否則如果他一定說這都要開發 那原本這應該要保護的那怎麼辦 那這個地方可以觀景是一個很棒的點 那你又說前面這個地方 這是民眾你只要稍微整理 那也不會破壞生態 然後稍微整理到比較自然 那很多的民眾也可以到這個地方休憩 那為什麼 如果說全部這裡都要當第三級 然後民眾知道說可以來這邊看海景 也很多人要來 但是這整個的設施都是一個比較沒有整理 然後可能那個地方下雨之後就很濕滑 因為這邊都是黏織度 那造成遊客的這個傷害 那我覺得這樣也不對 所以我建議就是可以用紛亂的方式 把這個分類分級再把它討論得很清楚 就不會你們在那邊覺得 啊這眼像也像這樣子 啊這眼像也像那樣子 好 好 好 我已經體面很多了 那趕快休息一下 好 三分鐘 趕快 趕快 這次坐在那邊 大部份 還有大部份 谢谢大家